这俞大哥一听到刘大姐说不在意自己耳朵背 对刘大姐的好感度马上就升高了 于是他主动开始和刘大姐介绍起了自己 哎呦 天呐 我上来就 哎呀 这根工资卡完你这一交密码我一告诉你 真的 你不怕我给你骗走了 大闹来 那你咋上来就是哎呀 刚介绍完我叫啥我手啥 就直接说我把工资交给你密码都告诉你 我就值了 我就来得值了 只要能带起锅的话 这必须得做到的 那你是看大姐第一眼 你就觉得你俩都在一起过吗 也是长得行 长得不错 是因为对大姐挺满意的 所以才上来就直接说把工资交给人家 他身体好丑那样 嘎嘎变 鸡眼也挺好使 不是现在那个花或者这样 服饿的故事在等人 大哥这里上来就说交工资这个是人呀 你心里咋想的 很高兴啊 怎么想到一身呢 这于大哥是真不按套路出牌呀 一上来就说要把工资交给大姐 就连红娘也有点懵了 刘大姐呢 虽然也有点意外 但听到于大哥这么说呀 他还真挺高兴的 想摆着客运厂这块住啊 对 客运厂对面的正合心 大哥现在是在旅店住呢 正合心旅店 我不愿在海洋家住 在海洋家住 我在海洋家住 我待会儿不习惯 所以说我就自己出来待一遍 啊 完了这个房子给姑娘了 没有房子 房子给她妈肯定卖了 没房子啊 上大姐家来呗 又上大姐家来 两个人身体好 一是下午到老吧 你对大哥挺满意啊 挺满意的 假设成那天 你没有房子 你可以上这来 我肯定是啥说没有 谁说没有 你觉得对我 你稍微过得分 我都大了 现在我和大孙子在一起 孙子多大了 13周岁 上初一了 刘大姐说 于大哥没有房子 没关系 可以来自己家里住 但是这家里 可不仅仅是刘大姐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孙子 不知道于大哥能不能接受 现在我和大孙子在一起 孙子多大了 13周岁 上初一了 我必须得吃饮 因为啥就 差这块问题啊 我挺不自信的 知道不得 我不记忆那事 我不记忆的 那不得 你不觉得孩子闹他呢 他不闹 闹他啥呀 那一个俩我都不喜欢混 我不记忆那事 不记忆那事 一个孩子 跟前闹哄 我有点异的过来 大人 你说是不是 对啊 不记忆那 咱们有孙子啊 嗯 这个他说得挺好 讲话也挺 我可以挺我 嗯 嗯 那当你听到大哥说我不介意的时候 你心里咋想的 高兴呗 哈哈哈 听到于大哥不介意自己带孙子 刘大姐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对于两个人的未来 也更加有信心了 刘大姐也考虑到于大哥在宾馆里住 平时啊也吃不好 于是啊 体贴的他 开始张罗着要给于大哥做一顿家常便饭 大哥在旅店怎么做饭吃饭呢 也不方便在哪 在哪儿 在哪儿吃饭 你说在哪儿吃饭呢 嗯嗯 哪儿都吃 哪儿都吃是啥意思呀大哥呀 哪儿都吃 啊在饭店里吃 哈哈哈 要不然 你说说大姐也没听明白 别说哪儿都吃是啥意思呀 那还能走到谁家给人家吃饭吗 哈哈哈 大姐听明白了是不是 我听明白呢 哎呀大姐听明白了就行 哎呀 那说明你们俩还是能在一个频率 大哥说 但你都能听懂 在于大哥和刘大姐的共同努力下 这顿饭很快就做完了 两个人都表示啊 很久没有过这种温馨的感觉了 就在这饭菜都端上桌的时候 刘大姐家的门铃响了 宝贝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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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这么懵了 这么多人家里 啊 这个大孙女啊 大孙女 大孙儿叫爷爷 哈哈哈 嗯 其实你看看这以后要是 天天就这么的多好哈 嗯 感恩了 嗯 咱叫大孙女老师 可听话嘛 哈哈哈 听话好 嗯 能看出来是不是 孩子老师 老师 多好 小孩子跟我差不多 没啥话语 嗯 就是好 这多幸福啊 瞧瞧 这个画面多么温馨啊 于大哥和刘大姐这两个人呢 也在今天的接触和了解中 逐渐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他们决定啊 好好处一处 一起走完后半生的路 两个人啊 都互相包容一点啊 往后就是 还有 最起码还得有 二十年呢 是不是啊 一定要好好对待 好好对待 大姐呀 对 这个两个人都是互相 都是互相 互相包容 那个红娘你一会儿 给我们两个拍个小视频 啊 让我们我的姐妹啦 朋友啦 都看一下 哈哈 嗯 大哥听没听见 还有好多关要过呢 好多小姐妹得看你呢 感谢原来不玩这个蓝主吧 非常的感谢你们 你看看 多温馨多幸福啊 第二天 刘大姐还到小旅店 给于大哥包了一顿饺子 大姐说 想让大哥多感受感受家的味道